吐司 麵 白飯 不要 都是碳水化合物 牛排 雞蛋 好啊 多來一點吧 這種吃法是否人人都適合 今年很多名人吹捧生酮飲食減肥 吃極少量的碳水化合物 借吃麵和飯 讓身體葡萄糖減少 改用脂肪後備能源 產生同體作為能量 不過就要禁食大量脂肪 我沒有限制任何類型的脂肪 可能是牛油 可能是椰子油 甚至乎肉類上 可能會用煎炸的方式去烹調 炸雞 煙肉 肥肉 那些都可以進食 有人會將奶油加入黑咖啡飲用 也就是防彈咖啡 至於蛋白質食用量就不用改變 水果幾乎不能吃 因為果糖也是碳水化合物來源 不過這種吃法可能會有副作用 短期內其實就很多時候有個 term 叫做 Keto Flu 就好像一個人感冒一樣 對啦 那就可能一個人會覺得疑累一點 或者可能經常沒有精神頭暈的症狀 加上膳食纖維不足夠會容易便秘 吃高脂食物如果選錯壞脂肪 例如炸雞等 會增加身體壞膽固醇 長遠有可能引發口臭 因為身體釋放同體是會有氣味的 有外國研究指出用低碳水化合物飲食發減肥 短期內可能效果明顯 但長遠就和低脂肪飲食減肥差不多 兩者的販攤幅度都是一樣 那麼生酮飲食是從何而來 一開始是用於患有肩減症的小朋友 藥物上的治療可能不太有效的時候 就會嘗試用生酮飲食 不夠指出 會幫助減低小朋友病發的幅度和機會